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HELLO 好了,有沒有拍過情侶相關的影片 大家有沒有想念我們歡樂二人組 還有Chopper 所以我們就開機拍了 如果你也有興趣想知道這位先生有什麼偉大的言論的話 偉論 我們就開始了 在正題前,今天要感謝Anna-Louisa贊助我身上的一些小飾物 我跟他們合作無間,一直以來都很喜歡他們的回收金 很保持這個優點 另外就是因為我跟他們已經很多年的合作 我就可以告訴大家,他們的小飾物真的不會變色 這次我選了一條很簡單的項鍊 無論你是負責貨、上班、約會去帶都絕對沒問題 然後還有這兩款耳環都是很精緻的 特別想讓大家看看我手上的戒指已經帶了超過一年的時間 今年一定是瘋狂洗手的 它都沒有生壽液,都沒有變色變暗 依然金光閃閃 所以除了一些理念上的優點之外 實際上我都很喜歡他們的品質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片尾我會給一個優點 不說那麼多了,我們直接入主題吧 相信拍了一段時間的情侶對以下的畫面都很熟悉 先生,我們放假有什麼做好? 看電影 有什麼戲好看? 不知道 除了看電影,我們還有什麼可以做? 吃飯 有什麼餐廳可以吃呢? 隨便找家比較少人 吃飯後去哪裡好? 逛街 有沒有什麼想買?我們去哪裡走好? 找個有商場的冷氣 找個有商場的冷氣 不是,是有冷氣的商場 就是這樣了 無限期,無止境的循環 完全沒有新意 完全沒有情趣可言 大家應該都有這個同感 所以今天我打算集思廣益 這幾年我們試了一些挺有趣的經驗 一些挺有趣的體驗 跟大家分享 讓你們無趣的另一半 都不要靠他們 我們自己去約 好,我們自己去約吧 好嗎?姐妹們 第一樣都算是最近比較認知的活動 接下來中秋節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 買月餅送給對方的家人 但又不知道買什麼好 不想買大牌子 對方的家人又說沒所謂 又不說他們喜歡吃什麼口味 令整個人哩哩乖 再不訂再不買 就已經沒有時間了 所以幾年前 我們曾經試過一起去做奶黃月餅 對,我記得是留心的 我們報名參加了一個攀任班 大概玩了三個小時 我覺得參加這些攀任班有兩個好處 第一就是這位先生最喜歡的 做完之後完全不需要洗東西 完全沒有手尾筋 你看他多開心 第二就是所有材料和份量已經有人幫你設好 不需要擔心做完之後失敗 搞到整個廚房混亂 爆炸 是沒有這件事情發生的 有什麼事情可以找老師幫忙 找老師幫忙 是非常方便的 平時女生很喜歡上課做一些麵包蛋糕 或者一些攀任班 想做到另一半是比較困難的事 但是當你們去到節日有儀式感的時候 他們不知為何會肯自動一起去上課 對,那一年我直接叫我家不要買月餅 我拿回來 好像很威風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大家真的可以試試問問你們的另一半 有沒有興趣一起去玩這些攀任班 真的蠻好玩的 還有男生也不用害羞的 因為那一年我記得很多都是情侶檔的參加 說完幾年前的活動 不如說近期一點 最近我們兩個一起去玩Art Jamming 其實在很久以前我自己都有跟朋友去玩 覺得都是自己畫畫而已 幾個小時沒什麼交流 沒什麼太大特別 但是因為這位先生不停地說 他很想一起去畫畫 我就想成全這個心願 誰知道原來一起玩完Art Jamming之後 我發現那個體驗和感覺是跟朋友去不一樣 而且是比我想像中更有趣的 我們會說一下怎樣畫那些位置 色彈、怎樣混合那支顏色 還有我們DARP 不是裝在大家的覆蓋嗎? DARP 然後在嘲笑大家 沒錯 那兩三個小時是很充實地度過了 不會說可能逛逛街、Window Shopping 又是逛來逛去的都是那些地方 是比起這件事 是更加成為了我們兩個人之間的一個回憶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回憶 因為都是我第一次的 阿 Jamming就避了你了 哈哈哈哈 好第三件事帶我來講 因為之前Youtube很流行 令我超有興趣 所以我們前一陣子去了彩爾 一直以來我們兩個都很有興趣去試 但又不知道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做 所以最近我收到邀請叫我去試彩爾 這位先生聽到之後他又不斷說我又要去 所以我除了自己去試做之外 我就幫他預約了一套 是自費的 一起去體驗我們的初體驗彩爾 大家可能會覺得Treatment類的東西 就算一起做 同時間兩張床也好 前後腳做也好 中間沒有什麼溝通 對於我們的感情又不知道有什麼昇華的感覺的話 就錯了 其實我覺得這一類型初體驗的東西 才更加要兩個人一起去試 其實彩爾我一直都有興趣 但如果沒有這位小姐幫我預約 我自己一個都不會去 說回中間的過程 整件事跟我在Youtube看都差不多 都是整件事很放鬆 很舒服 而且很爽的 是啊 有這位小姐陪著 我本身第一次體驗有沒有那麼害怕 有沒有那麼尷尬 因為男生比較少自己會預約一個Treatment類的東西 特別是你沒試過 身邊也未必有自己的男生朋友告訴你 哇!我昨天試鎖椅真的很棒 通常這些女生才會開心分享 特別是看到我螢幕 看到自己和這位小姐的耳朵 都挺驚訝的 有什麼驚訝? 我明明就很乾淨 我那個耳朵在未鎖之前 跟他鎖完之後是一模一樣的 我也很乾淨的 清潔完之後 你們會看到我們兩個同一時間 經歷了這個體驗之後 有很多共同的話題 整件事是可以提升到 兩個人之間的感情 然後第四件事 也是我們最近一起做的 我自己是一個養生寶寶 我想大家都知道 所以怎麼可以不把這位先生 跟我一起去養生呢 最近在長洲開了一間 精腳的店 這個也是我的初體驗 因為我之前沒有試過蒸腳 所以作為一個好奇寶寶 他覺得整件事又是新奇有趣的 對 因為我開始覺得好像蒸燒賣 放一隻腳在這裡會熟 但其實試完之後 又好像挺舒服的 還有蒸完那晚也很好睡 我們去這間店是新開的 環境是非常舒服 非常新鮮 你蒸腳的時候 我想說蒸燒賣 我想說蒸燒賣 說完之後 拍照也要放燒賣去蒸 然後他又會有花茶給你喝 又會有些小食的東西 所以整個體驗都是很舒服 過程不是很久的 我想前前後後加起來才過半小時左右 又可以養生 又可以放鬆 又可以放鬆 兩個人又可以有一個一起體驗的快樂 以上這四個活動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和另一半一起去體驗 一樣都會有這麼美好的回憶 可能有些觀眾跟我們一樣 拍了很多年 又是逛街又是吃飯又是看電影 想起都覺得悶 所以整天都要想不同的新鮮點 維持雙方的感情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除了推薦這個活動之外 我也想說自己的一個活動 永遠不會跟男朋友一起去做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猜不猜到 我沒有跟他說過 是剪頭髮 放心 我也不會去的 我寧願弄完之後給他一個新鮮感 那是會開心一點的 都是的 其實你給我剪頭髮我更開心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我們歡樂二人組的小分享 而另外 如果你們對Anna Luisa的飾物有興趣的話 記得我有個Discount碼 是會有剪頭的 所有的詳細資料我都會放在info box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 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upload兩條新鮮 逢星期六的三點 還有星期日的十二點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 哇 準擊的小狗知道 收工了 是不是阿Dee 出去玩好不好 我去啦去啦去啦 快去啦 快去啦 快去